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8月7日 星期日 這一節跟各位網友跟進一宗突發消息 據報馬會六間的頭駐站要即時關閉 加因他們搞了一個私人派對爆發疫情 情況如何 跟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邊雙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網友見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馬會43位員工搞了一個私人聚會 13個人染疫 六間的頭駐站需要即時關閉消毒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香港賽馬會在今天8月7日表示 德式若干場外頭駐處員工 曾經在8月1日發起並舉行一項 私人聚會 一共有43位員工出席 馬會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訂立了嚴格的機制 以管控相關公共衛生風險 根據馬會的既定政策 所有場外頭駐處員工在上班報道前 必須要做快測並呈陰性結果 馬會經由這一項嚴格措施 在8月4日、8月5日發現8名 曾經出席上述私人聚會員工 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馬會期後要求其餘的35位 曾經出席聚會員工接受核酸檢測 因而再發現5位員工受到感染 13位染疫員工 所屬的6間場外頭駐處的所有其他員工 已經接受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 結果站為陰性 13位員工由於私人聚會 而在馬會場所以外的地方染疫 該等員工已經被即時停止返回所屬的 場外頭駐站上班報道 根據馬會現行規定 6間受影響的場外頭駐處 已經即時關閉直至另行通知 亦說在8月5日開始進行徹底清潔 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究竟哪6間場外頭駐處關閉 新聞裏未有提到 但這次都可以說是一個中營爆發 多達40多位員工一起出席私人聚會 透過快測找到相關聚會 染疫的人越來越多 馬會宣布了這個消息 並且相關6間場外頭駐處 便會關閉直至另行通告 零便商和各位網友說說市面的情況 今天又派消費券 說酒吧的生意額有望增加兩成 不過業界估計這個升幅 只屬於彈花一言 報導的流文是 政府在今天8月7日分階段 派第二期電子消費券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進銘表示 發放消費券對刺激香港經濟有好大幫助 預料酒吧業短期受惠 生意額有望提升兩成 但認為酒吧生意升幅 只屬於彈花一言 建議政府盡快放寬第三階段防疫措施 容許酒吧營業到凌晨4時 和開放現場表演 讓酒吧業能夠穩健發展 錢俊永表示酒吧業的整體生意 交易前下跌了一半 加上目前未能與內地與海外通關 業界擔心恢復經濟無期 錢俊永指出目前疫情未有大幅反彈 加上政府正在考慮放寬海外人士入境檢疫時間 業界認為目前是邁向放寬的最佳時機 建議政府盡快放寬第三階段的防疫措施 容許酒吧延長營業時間到凌晨4時 以及開放現場樂隊的表演 到時生意額有望增加三成 有助舒緩酒吧業面對的困境 促進本港經濟增長 另外在新政府架構下 以往管轄酒吧食物及環境衛生署 已經調撥到新設的環境及生態局 錢俊永表示業界擔心環境局不熟悉業界運作 繼續長時間維持限制酒吧營業至凌晨2時 將會對酒吧業構成嚴重影響 錢俊永表示協會將會盡快聯絡當局 期望能夠與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樊先生會面 促進政府了解酒吧業運作和發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說派消費券說今天開心 不過對經濟的提振彈花一眼 不少市民認為派發的金額太少 亦促請不如恆常化它 每年都派 各位可以計算數 當然酒吧業在這次疫情都可以說是最大輸家 因為若然一旦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第一個租養一定是酒吧業 結果在過去的時間 據錢俊永也說過 業界估計都多達幾百間的酒吧 在第五波疫情過後已經關門大吉 剩下來都掙扎求存當中 希望接下來會不會加馬派消費券 又或者加大金額 真正提振經濟 好過現在可以指一指CUT 指完CUT之後病都還在 另編商和各位網友跟進一下 MIRROR演唱會的最新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警方拆開攝視屏幕 檢走了斷裂的螺絲疑似與案情有關 報導的來文是這樣的 MIRROR演唱會的事故當中的舞蹈員 Mo仍然留意深切治療報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案件 展開獨立調查 連日來馬不停蹄 接見攝視人員綠口公和到洪館搜證 消息指警方在今天8月7日聯同專家 政府化驗所人員在洪館進行重量測試 調查攝視屏幕的重量 其後將大屏幕拆解走 再作進一步的檢驗 傍晚6點多攝視屏幕框架被分成三份 由貨車運來紅管 六塊LED顯示屏和一顆斷裂螺絲 亦由客貨車運走 那顆的螺絲上有兩顆螺帽 而螺絲其中一端疑似斷裂的情況 而LED顯示屏中部分有損壞的情況 當中消息指警方今天搜證的時間是首次發現那顆螺絲 正在調查是否攝視屏幕或降索的部分 MIRROR演唱會的事故持續跟進 相關的舞蹈員阿摩仍然危殆 不過今天早上傳來好消息 他終於清醒了 但只能作簡單的溝通 希望繼續集氣相關的舞蹈員能夠大步濫果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說說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有位港男鬼月出生被女朋友的媽媽嫌棄 一個原因制止他吹息生日蠟燭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在傳統習俗當中傳統七月鬼月有很多感記 有位港男日前發帖文 指他的女朋友的母親 得知他是農曆七月出生過後 就覺得不吉利了 怕影響女兒的運程 近日他到女朋友的家吃飯慶生 更加被制止吹息生日蛋糕上的蠟燭 而原因竟然和閻羅王有關 女朋友的母親相信吹蠟燭 就等於告訴閻羅王可以收回一條命 令到港男無奈蓋攤 就說做人可不可以給一點點的常識 那位港男在香港討論區 以他媽媽不讓我吹息生日蛋糕上的蠟燭為題發帖文 指自己在農曆七月出生 而女朋友的母親較為迷信 覺得他是鬼月出生會黑著他的女兒 因此對港男略有不滿 女朋友想改善他們的關係 因此就在他們生日當日邀請到家 和母親一起吃飯慶祝生日 港男明言早有心靈準備 女朋友的媽媽會單打我 面色就不會太好看 但又不想女朋友為難 因此打算飯後 盡快吃完生日蛋糕就走 當女朋友的家為他唱完生日歌 他打算吹蠟燭的時間 就被女朋友的母親祭祀 港男以為因為疫情緣故 猜測女朋友的母親覺得不衛生 怎知對方就指近日在網上看到 生日吹蠟燭就等於說給嚴羅王 你不想做人 想跟他下去 更加指港男作為農曆七月生日出生的人 更加應該要留意 最後港男只能用手來撥蠟燭 事後他問女朋友 是不是他母親因為不喜歡自己 故意為之 但女朋友表示 自從母親知道所謂吹蠟燭的含意 就決定就算自己生日也不會吹蠟燭 鐵文印尼網民熱烈討論 不少人都覺得 這位女朋友的媽媽太迷信了 但作為晚輩只能想辦法遷就一下 就說老人家迷信就有他 舊代思想很難改變 也不是你的問題 就互相遷就一下 有人就覺得那個女朋友的媽媽是不喜歡這個男生 就說鬼月出生是藉口而已 就說如果你好有米 他就不會介意 究竟有沒有這個傳統語雜族的吹蝕蠟燭就不吉利 連礦仔也是第一次聽 但這個男生就相當無奈 把他的經歷寫了上網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什麼智慧給他 不妨留言說一說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